吉祥瑞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讲 十二生肖 昨天 昨天讲十二生肖 昨天讲十二生肖 讲到鼠龙了 讲到鼠龙 所以啊 很多人呢 这些鼠老鼠啊 就说没有听到啊 为什么没有听到啊 等等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建议啊 还是要早一点上来 所以你要点关注 你点关注 你不点关注 你就迷路 点关注不迷路嘛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就是 二零二三年的风水 把风水的 的情况告诉大家 所以这很重要啊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我的叮叮叮呢 大哥的叮叮叮在哪里 好 今天我们 跟大家说一下 跟大家说一下 关于昨天 昨天啊 昨天呢是 讲到这个 鼠龙的 鼠龙的 今天讲鼠蛇 但是我们又要讲这个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就是要讲 这个 2023年的 风水 2023年的风水 今天这一刻啊 一定要听 今天这一刻一定要听 今天这一刻没有听啊 就可惜了 就很可惜了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考虑不放重播 不放重播 那么 所以 很多贵人 说 哎 放重播吧 不行啊 不能放重播了 为什么呢 就没有听的人就后悔吧 后悔 就让他后悔 我现在说了那么多没有用 等一下呢 人数上来之后又说我没说 是不是 所以要一直重复 要一直重复 那我们说鼠老鼠的 鼠老鼠的 急心是多的 然后你如果要知道 鼠老鼠是怎么样的 鼠牛 鼠老鼠 鼠牛虽然没有急心 应该怎么做 对不对 昨天我们的牛 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们的兔 我们的虎 我们的老鼠 我们的龙啊 好 再补充一下 龙 鼠龙 鼠龙的运势 等一下我们等人数多一点 我们才讲这个 才讲这个风水 才讲风水 为什么 为什么我在直播 我在那个Facebook直播呢 是不是 Facebook直播 为什么我放这个 全球守卫 守卫 我第一个 我是第一个 第一个 告诉你们 真正九星法 真正的九星法 那么不要让我们 所有的喜欢我 KX风水的 喜欢我 KX十二生肖的 喜欢我 KX Master 梁振爵 走运望路 其实十二生肖啊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 它是没什么的 还有九星运势啊 你千万不要认为 它是没什么的 其实它是有什么的 我们的运势啊 是每三个月一次 每三个月一次 不是每一年 是三个月一波 三个月一波 三个月一波 三个月过了就没事了 三个月发财了就没事了 三个月又发财了 又没事了 三个月又不好了 所以有上有下 那当然 我们今天讲的 是首要先讲的就是风水 首要 首要的先讲的就是风水 2023年的这个风水 2023年 我已经写在我们的 这个广告那边 全球首位 风水与 终神解说 今年是2023年 也就是 八运的最后一年 八运的最后一年 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们 你不用去管 一百星 六百星 八百星 其实 所有九子飞星 你根本就不用管它了 你要说 其实啊 要管它的 哪里可以不管的 你功夫不够深 随便你说 随便你说 三十多年的经验 摆在这边 将近四十年的经验 我摆在这边 我说的这些话 你们能接受 能听到的 是你们的福报 不是我的福报 不是我的福报 我们昨天说到属龙的 所以属龙的 虽然有太阳星 但是属龙的最担心什么 最担心就是冲动 最担心的就是冲动 不能够那么冲动的去做事情 凡是 在2023年 凡是有太阳星在笼罩着你 其实是很好的运势 只不过有这个 害碎星 害碎星是什么意思 自我伤害 所以 属龙的 自我伤害力很强 比如说 警察叫你 拿你的 执照出来 我为什么要拿执照 我为什么要拿执照 就这样 其实很多 很多时候就是 拿出来就没事了 你偏偏要问这个 要问那个 周末 因为你是谁 我是人民 我什么 搞到一大堆事情 或者是最简单的 你看我 我看 你看什么 看什么 你come on 你come on 你com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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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come on了 所以啊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害碎星 所以什么样的龙 在正月 二月 三月 是最好的 而且属龙的朋友 不用担心 你只是三个月 犯碎岁 你不是整年犯碎岁 单单这句话 大家就应该要学 单单这句话 你们就一定要懂 一定要学习 这个很重要的 师傅立春 可以进钱吗 我说过 这个也是没有听我的直播的 今年2023年 是不用去银行进钱的 到底今年是什么年 还不知道吗 还不懂 哎呀我的天 真的是太可惜了 太可怕 太可怕了 所以今年很简单 只要有人说 今年啊 几月几号 你要去进钱 那就完了 那就是等于把招牌 拆下来了 不说不知道 一说吓一跳 你不开口 就不知道你有没有 所以今年我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去 你想进钱 你天天进 天天有钱 天天进 very good very good 今年不用讲究进钱 不用讲究进钱 只是 我告诉大家 这个争好运 争钱的方法 我昨天已经说了 我今天就不再说 是不是啊 我今天就不再说 我不再说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来说一下 所以属龙的 刚才我跟你们说过了 跟大家说过了 属龙好不好呢 是不错的 因为有害岁星 害岁星也就是三个月 属老鼠 属兔子 属龙 属马 属鸡 这五个生肖 只是在三个月 三个月 你翻台税 三个月过后 你就没事了 三个月过后 你就没事了 你担心什么 但是啊 有些时候啊 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啊 三个月过后呢 你惹来一大堆麻烦 惹来一大堆事情 那就糟糕了 是不是啊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们等人数啊 再等一些人数 那么我们今天 主要讲的呢 是什么 主要讲的就是 全球首位 风水域 终神解说 风水域 终神解说 深入浅出 让你易懂 让你易懂 让大家明白 也让大家理解 了解 嗯 啊 让大家明白 让大家易懂 来我们说一说 属蛇的 我们也说一说 属蛇的吧 在等待 你们上线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分享 记得一定要分享 分享是对得起我 也对得起你自己 你没有欠我 对不对 哎 分享 很简单 有些人分享了 就再分享 有些人分享群主啊 甚至啊 我真的非常感恩那些 他不懂什么叫分享 他为了梁振决 他去学分享 你说 是不是 世界只有分享好 有分享的 我想个宝 不要开玩笑 上课的时候不要唱歌 知道吗 师父 家有效 有效福 过了 百天 过年 能不能 能不能 放 一直跳哦 橘子在大门 如果是佛教的仪式就没问题了 如果是佛教仪式没问题 如果是到家的仪式的话呢 他们有些比较本当的就是要三年 哦 哦 那 那就 没有办法了 嗯 就是能不能庆生新年吗 就是能不能庆生新年 其实放举止这些是没有什么关系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 我们跟大家说了 但是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啊 是不是 因为你们不懂啊 我们有教大家 啊 今年的新年 我们的大门里面 走进我们的大门里面 左边右边都可以 要放些什么 啊 要到底要放些什么 来 我们先说属蛇的 好 等一下我们讲风水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都在 啊 我希望大家都在 不用再重复 是不是 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搞重播 所以只能听 你要赶快分享 是不是 啊 已经分享了 哎 谁要贵人 啊 分享群主 啊 这个就是唯一的要求 唯一的真的一个小要求 来 属蛇 属蛇的啊 我们昨天说到那个属兔 所以大家要记住 这个金窥 金窥 金窥呢 是什么呢 就是代表着属兔子的 在今年是属兔子的 不是属羊 不是属羊 我们贵人来到我这里 跟我说 哎 师父 不是属羊的吗 属羊不是有金窥吗 我拿古书给他看 你说是不是 你自己看就行 对不对 当然啦 属羊的人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来我们先讲属蛇 属蛇 属蛇的 天蚁星 天福星啊 这两颗星撞击了 所有属蛇的 有没有属蛇 属蛇的打加一 来 有没有属蛇 属蛇的打加一 属蛇的吗 有吗 s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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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ick的 你一定要打加一 你不要打加一的话 我告诉你啊 不好啊 打加一 有些人吃辣 说了 我是属龙还是属蛇 嘿嘿嘿 不忘记了 帮朋友打加一也可以 所以十二生肖 你们一定要全听 懂吗 十二生肖 你要全听 你全听了之后呢 你全听了之后 为什么 因为啊 你全听了之后 你就了解 你所有身边的人 除非他没有生肖 对不对 属蛇的 有天理心和天福心的出现 所以啊 夫妻和和 夫妻只要和 但我是说那些结婚的蛇 我是说结婚的蛇 没有结婚的蛇的话 那也不是说不行了 但是一定要有和和 因为为什么呢 它是天理心和天福心 天理心和天福心 那么夫妻和和 偏财上门 所以所有属蛇的 要记住 只要是夫妻和和 那么我们不是属蛇 对不对 我们住蛇的人 吉祥如意 我们打吉祥如意 蛇 吉祥如意 蛇 我们把吉祥如意 回向给蛇 把吉祥如意 回向给蛇 吉祥如意就是保身佛 就是我们的南方世界 我们的这个本尊 我们的本尊 保身佛 只要大家能够听到 南无保身佛 你只听到五个字 南无保身佛 你就能够得到你的 这个 这个原神的互助 那么 偏财上门 所以啊 所有属蛇的好不好 好啊 当然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了 属蛇的 吉祥如意 对 属蛇的 万岁万岁万万岁 发达发达 不要达达发 要达发达达 那么天理心是什么意思 天理心啊 其他的生肖 其他的 其他的生肖 如何得到天理心 我没有天理心 天理心只给蛇嘛 天理心什么呢 天理心是非常好的贵人 天理心非常非常好的贵人 天理心 头发乱 天理心是 很好的贵人 所有属蛇的 所有属蛇的 都有天理心的互助 保佑 但是其他的生肖 没有天理心怎么办 糟糕 你没有天理心怎么办 糟糕 那怎么办 哎呀放心 我教你们 我们有一个叫做 天理贵人经 你可以啊 来问我们的 六四四三二一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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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现在打没有人听啊 你看后面没有人了 你打来我们公司 你打来我们公司 问一下 什么叫天理贵人经 我们天理贵人 天理贵人经 是能够辅助我们的原神的 但是属蛇的人 属蛇的人有一点要注意 属蛇的孕妇 若春季生子 哎呦 春季生子好不好 哎呀糟糕 我的孩子应该是正月 二月三月崩出来了 我是属蛇 我的孩子正月 二月三月崩出来 怎么办呢 不用怎么办 此为天理之子 天理之子 听清楚 所有属蛇的 感恩 谢谢你们分享 谢谢 分享的人 重码票 不分享的人 中入围吧 没办法 不说重也不行 所以孩子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贵气和福气 就单单这个孩子 不管男的女的崩出来的话 就是天理贵人子 你自己说好不好 天福星是什么 属蛇的朋友 天福星是什么 十二三十二号当中 属蛇的 你一定要记住 这颗天福星在正月二月三月 事业 生意 能得到贵人的帮助 福祸在口中 什么叫福祸在口中 天福星啊 要有养福之意啊 所有慈悲 哇很慈悲 都写着吉祥如一蛇 吉祥如一蛇 真的 这种就叫做回向给属蛇 回向给所有属蛇的人 你说你多么 多么有福报 对不对 多么心量多么大 心量越大 你做事越扩 越好 心量越大 你做的事情越顺 那么这个福祸在口中 是什么意思 福和祸在口中 什么意思 什么叫福祸在口中 属蛇的你要明白 天福星 你要天福星的帮助 它可以让你啊 得到很多很多的福报 在这三个月 但是你这个口啊 你这个嘴啊 要非常的留意 要注意 宣布的东西 都是要管住你的口 就叫做福祸在口中 遇到不如意之事 一笑而过 一笑即可 一笑而过 一笑即可 耳朵千万不要清啊 属蛇的朋友 耳朵千万不要清 耳朵清你就 残了哦 耳朵清你就残了哦 恭喜蛇妈妈 是啊 对 另外 属蛇的还有一颗啊 叫做义马星 义马星 代表什么呢 义马 财富啊 存于 这个义马中 也就是对于那些啊 动的 对于那些动的 搬货也好啊 什么啊 搬来搬去啊 动的 对于那些动 动的 动业最受益啊 什么叫做动业最受益 什么叫动业最受益 就是你的行业 是属于跑来跑去的啊 你又是属蛇啊 有一马星的扶持啊 非常的好 生意财富啊 也会增加 所以属蛇的 给自己万岁万岁 所有属蛇的打 万岁万岁万万岁 让所有属蛇的 那么床头啊 很重要 床头 床头重要 房间最好呢 挂合合照 比如说两只 这个鸳鸯 一对鸳鸯啊 一对莲花 一对鱼啊 这些叫合合照 非常好 当然 什么生肖都可以挂 但属蛇的挂的话呢 会更好 有利于 促进啊 夫妻的这个感情 看到了吗 从刚才到现在 从刚才到现在 都是 什么 西奥贵人说什么 64432637 是哪一的 请问前面的 是零三吗 加65 西奥贵人 加65 不是哦 打错了 644321 137 不是637 是137 前面要打 plus 65 然后就打 64432137 老师请问你一下 今年 属虎的好吗 你没有听哦 SP贵人没有问题 放心 我们已经放在重播了 对 属蛇的 一定要自己打给自己 万岁万岁万万岁 对 属蛇的要打万岁万岁万万岁 对了 属蛇好不好 从头到尾 我们说属蛇的 就是只有你 你注意听啊 这只有夫妻合合 那如果是单身 当然就没有什么了 单身就OK了 天福心 天理心 会扶持着你 天福天理心 都是属于是比较是文派的 什么事情都慢慢说 什么事情都慢慢说 嘿 嗡话啦 对 但是啦 属蛇的也要注意一些不好的事情 也不是说全好 也要注意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是什么呢 我们叫做上门心 上门心 属蛇春季运势集 运势好不好 好 属蛇春季 春季就是正月 二月三月 这三个月 大家要记住 不管你的运势好不好 不管你的运势好不好 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 都是三个月 不管你的运势好不好 都是三个月 这个叫属蛇春季运势集 七凶攻击三极星 七个凶星攻击你的三个极星 所以所有属蛇的要注意这个上门 上门破剑 长者房 什么叫破剑 就是 上门会让属蛇的家里的老人家 他的健康不好 你要注意他的健康 你要注意他的健康 懂吗 要注意他健康 上门破剑 长者房 就是你要注意那些健康的思想 注意健康的思想 既他逝者居家行 就是不能够去属蛇的朋友 最好不要去 好像比如说这个人的家 有没有伤理 这个人的家如果说有办伤理的话 还不到一年 我们不要去他的家 不要去他的家 就避免去他的家 对对对对 要打万岁万岁万万岁 是不是 这个很重要 那么属蛇 属蛇有些说 属蛇我在学 我是一个学生 我要问一下学业 或者我是工作 我是工作 但我还在学习 我在date course 属蛇的学业 属蛇的小孩 好奇心是比较重的 是比较重的 所以春季尽量不要到处乱跑 不要让你的小蛇蛇到处乱跑 否则很容易让家人担心 这一点要注意 那么有些人说 师父我是单身的 那怎么办呢 单身的蛇会遇到心仪的异性 不管你是男女的蛇 你都会遇到心仪的异性 就是喜欢的人你会遇到 但异性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好感 所以这一点你要注意 没有什么好感 没有什么好感 这一点要特别的留心留意 我们会这样子做 就是就算十二生肖讲完了之后 我们会抽时间 每次会抽一点时间 每次就分享 帮忙大家 就是告诉大家 会告诉大家 来我们继续说数码的 我们继续说数码的 等人数再多一点 我们说十二 我们讲这个风水 2023年风水 现在还没开始讲 你们赶快告诉你的朋友 赶快告诉你的朋友 有讲 这个2023年的风水 有讲 快点上线 现在还可以打电话给他们 数码的 数码的本身自己犯了 太岁了 我们叫破太岁 破太岁 所以我再说一次 因为有些贵人 是第一次 第一次上我们的直播 听清楚了 什么叫做十二生肖 什么叫十二生肖运势 是什么意思 你们去听那么多师父讲 对不对 什么意思 如果你没有听过我这个 讲30多年 40年的 十二生肖的师父的话 我介绍你 我叫梁振爵 我姓梁 我名叫振爵 梁振爵就是我 振爵梁也是我 KX KX的这个创办人 在这行 三四十年 让我来跟你讲 当你遇到急性的时候 不要开心 为什么 你未必能拿到 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当你遇到急性的时候 你不会 你不懂得怎么样 去娶他 所以 哎呀 属龙虾的很好 属马的 属属鸭的很好 属螃蟹的很好 有什么什么什么 真的好吗 问问自己 是不是真的好 我敢帮你回答一句话 OK 是不是 为什么OK 有些人说 也不见得什么好 为什么 为什么听我的 十二声笑的 能够好 每一个都能好 为什么 因为我解释得很清楚 让你们大家都理解 记住 不要担心凶心 不要担心凶心 为什么 凶心你要知道 怎样 凶心凶心 你要知道 怎么样 怎么样去 相遇 你要知道 怎么样去相遇 比如说 这颗凶心 是代表说 出国会有危险 那你虽然是生肖 你的生肖 但是你又不 好像属龙这样子 对不对 属龙运势好不好 好啊 但他能得到吗 能得到吗 属龙的人 能不能得到 我说的那些急性 你能不能得到 要怎么样 才能得到那些急性 我说了 太阳性 所以属龙的 不要冲动 是不是这样说 你又大咬爸爸 哎呀呀爸爸 看不到自己的错 只看到别人的过 那你说 那你是不是不听我的话 对不对 所以我在告诉你 我在告诉你 凶心我们要怎么样 prevent它 所以有凶心来 根本不是问题 因为你prevent掉了 你的凶心 那么你就是 吉祥如意了 这个才是听十二生肖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多贵人 喜欢听我的十二生肖 因为 really it's different you know 梁师傅在讲十二生肖 真的很different it's different 真的不一样 听了之后啊 两个字 过瘾 非常过瘾 是不是啊 师傅 我是 没 什么 什么 蛇跑啊 我被罩了 什么 我被罩 嘿嘿 嘿嘿 嘿嘿嘿 OK 好来 属马的 属马的 明年啊 属马的第一颗啊 在正月 二月 三月 它就 它就创进来了 它就创进来了 凶心不怕 对 有师父在 是的 对 这个我也对 没什么 没问题 所以身为一个风水师 身为一个 一个讲三十多年的 这种 十二生肖的 我教大家 我也在里面领悟嘛 是吧 我在 你知道我在第一年啊 我在十年内啊 我领悟不了啊 我在十年 二十年 我还是在那边 跟人家讲啊 属马的啊 不好啊 属好马的啊 好啊 有才啊 我也是从那个路 慢慢走过来的 直到现在啊 我们就说 一门深入之后呢 哎呀 终于呢 破了啊 真的是 让 让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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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九岁开始啊 就说 就跟人家看风水 看八字的人啊 的我 现场的我啊 真正的提供你们最好的 那我只要什么 我只要你们分享就好了 哎 只要 对 吉祥如意马 对 这个就是把 好运回向给马 这种人是很慈悲的 打吉祥如意马 吉祥如意马 你不懂 你看embees copy也可以 吉祥如意马 吉祥如意马 为什么 让属马的人呢 更加吉祥如意 万岁万岁万万岁的 以前这句话 不会乱讲 现在可以讲了 是吧 好来 我们说一下 破胎税 家中的植物啊 不要哭 所有属马的 一定要记住 你家中的植物啊 你喜欢放植物 没问题 但家中的植物 不要哭掉 这是一 very important OK your house are outside all the all the 睡睡长的球 never see understand 超大 超大 if 超大 也叫有 假的 OK 就很简单嘛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喜欢过年过节买一点东西啊 放到很绿绿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数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数 每个人心里面都知道什么东西 都知道的啦 哎呀 这个春天的东西放了之后啊 过不了两个月他都死掉了啦 那死就死掉了 无所谓嘛 要庆年嘛 我们叫做庆年嘛 庆年只庆15天 加个催 够加个十五 这是真正的庆年了 我跟你说 好 那么要及时的修剪 你们的所有属马的朋友 要及时的修剪 修剪 要及时修剪 然后呢 在植物呢 绑红色的ribbon 师傅 我不是属马的 可以这样做吗 of course of course 对不对 属马的 冲凉要冲干净 我们不是属马 也是要这样子做 这个 所以什么叫听12生叫讲座 听12生叫讲座呢 最好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最了不起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你看这些人打 吉祥如意嘛 吉祥如意嘛 他们不是输马 他们都用他的慈悲心 去助马的人吉祥如意 输马的人来打嘉义 输马的人打嘉义 来收他们所给你们的 所给你们的吉祥如意 我告诉你吉祥如意不是一个 哎呀哈喽 又吉祥如意啊 不是不是 真正吉祥如意 一开了口之后 你懂他的含义就是回向 吉祥如意就是回向 回向给你 回向给我 回向给听得到的人 若有见闻者 都是见闻者 好 那么 这个输马的这个化解破胎税 化解破胎税 要注意 春季啊 才能够见到曙光 哎呀 输马的倒霉啊 不会倒霉 幸运 首先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化胎税 怎么样去化胎税 记住啊 所有翻胎税的人不要怕 只有三个月 正月二月三月 你翻胎税过后 你就没事了 贵人旺盛 吉祥才能够辅助到你 所以怎么样化胎税 春季啊 才能见到曙光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 以木火相生啊 方为福啊 什么叫木火相生 知道吗 所有输马的朋友 什么叫木火相生 就是我们刚才跟你说的植物啊 那种小小的植物啊 然后呢 你绑一个 一个ribbon在那个植物 绑那个ribbon在那个植物 然后在植物啊 有些人说 那师父啊 植物要放在什么地方 植物要放在什么地方 来我来跟你们讲 植物放在什么地方 我画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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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大门 我画大门 我画大门 OK 我画大门 让大家都能够 看得懂 因为这个重要嘛 是不是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灰熊的重要啊 好 来我画给你们看一下 所有属马的 所有属马的 所有生肖都要注意 所有生肖都要注意 不要说单单属马啦 不要单单属马 所有生肖都要注意 都要注意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OK 看得到喔 我们从里面走出来 我们从里面走出来 里面 你们现在要想里面 里面 里面 里面我需要画一个人吗 你很难咯 因为有些人啊 我还要要 OK 这样可以吗 wwwww 我笑 可以 你不要笑啊 ok 因為你們笑 我聽不懂有沒有 你笑 我真的很 angry workshop 問我angryok 你知道嗎 你別笑嘛 ok 沒意思 沒拍了 這樣 我也沒拍了 hopefully ok 來 谁在隔壁笑的 谁啊 你笑还不用紧 你还一直按啊 谁啊 OK来 好注意啊 我们站在里面 站在你大门里面 对 可以可以可以 我年轻可以 站在 厉害啊 对啊 你们不要假假 你真的我厉害吗 我画图真的厉害吗 你不要假假 有一些你看 他们想他们在 都说面子 你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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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可以看到这个笑 我看到那个笑 我买一球 OK来 好所有生肖 但是数码的是 special 一定要数码的 也要这样 所有的生肖技术 好我们站在里面 大门啊 这不是房门啊 这是大门啊 这时大门啊 只有师父会 会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不是全年都不好 也会说得 很简易 方便 这个对 HL 对 HRC 对对对对 HRC真的是 真的是老顾客 老顾客 老顾客 好 你们不要笑了 认真听 要不然我赶出去 来 好 从大门 我们从大门看出来 大门看出来 知道了吗 大门看出来 然后我们是说 左边 左边 大门看出来是左边 我不知道啦 这个左右啦 总而言之是左边 Laf side Laf side 这边你可以放植物 哎呀师父 我这边不可以放咧 怎么办 那就不要放咯 那就不要放 不可以放还要怎么办 就不要放了 就不要放 OK 在这边 这个 大门啊 大门啊 一出来 懂吗 大门啊 我们大门一出去 大门 站在大门 左边 Laf 就是你的青龙味 你摆青龙在那边 叫养青龙 那么我们的右边怎么办呢 放鞋子 不行嘞 不行嘞 我的左边啊 没有 不可以放东西嘞 那就不要放 第一 懂吗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就是你们的 你们的家里面 是不是有买一点东西啊 植物啊 来放啊 对不对 点缀点缀啊 可以吗 绝对可以 绝对可以 有没有说 哎呀 今年风水啊 不要放植物啦 不要放大头鬼啦 有啦 可以啦 你放心啦 你先放 放 放得很漂亮 整个屋子呢 整个屋子呢 整得凉凉 那么 好舒服的嘛 对不对 好 好 好 来 好 那么 天使 天使 属马的人 有天使心 你看多好啊 哎 属马的啊 有天使啊 你知道天使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天使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天使心啊 家中有喜庆啊 哎呀 没有嘞 啊 家中啊 我们没有人结婚啊 怎么办啊 对不对 庆祝新年嘛 对不对 brother sister 啊 三根头发 啊 庆祝新年 庆祝新年 就是 就是Happy New Year嘛 对不对 Celebrate Celebrate 啊 Celebrate 嗯 这个很重要的 所有属马的 女孩子啊 所有属马的啊 财运啊 就特别的不错 特别的好 哎 特别的好 要坐香吗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坐香 所以要 你们不要管他们问的问题 因为他们是每天上直播的 他们学了很多 你懂吗 他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他学了很多年了 所以他们有时候问的问题会比较深哦 然后我回答了 你不知道我在回答他们什么 所以他们问的问题会比较深哦 师父请 亲可以放在天台吗 可以的 可以放在天台的 啊 可以放在天台 好 来 嗯 嗯 嗯 来 然后 这个 苏玛的女孩子啊 有太阴心的辅助 所以你们的望 望偏财 啊 非常望偏财 女性的财运是比较好一点点 啊 女性 那男孩子也不错 啊 天人合一 对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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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子的也是不错 当然男孩子跟女孩子啦 刚会买 把母的买 比起来 不 母的比较好啦 哦 这个意思内调哦 那么 想要一夜报复呢 就要补财库 啊 就要先补财库 想要一夜报复 就要先补财库 这个财库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在哪里 因为我们有一个 啊 有一个十块八毛钱 的一个八字 每个人的 这个八字 啊 我们有一个software 你可以买一张 可以买一张 里面有很多东西 但是没有人会跟你解释的 你买回去 那么有空我们讲的时候 你就会懂 啊 就会懂 所以 数码的运势是不错的 只是他 一定要败胎税 我们这里呢 有没有帮人家呢 败胎税 没有 我们只帮人家供养胎税 什么叫供养呢 啊 我们不是那些庙啊 那些庙有专业人士 我们呢 是专门帮你们做供养 也就是我们呢祈求供养 啊 祈求供养 当我们念 再加上念上佛受保断 承受人经 所以我们供养谁呢 我们供养给我们的胎税 我们有这个活动的 我们有这个活动的啊 还有一种 大家一定要参加的一个活动 家人啊 全家人啊 这个供养胎税 全家 我没有白胎税 我没有犯胎税 我没有犯胎税 但是可以供养胎税 我们都有这样的活动 所以 数码的啊 还要注意什么呢 还要注意啊 这个我们叫做啊 这个足报 足报 足报是什么意思 在好运势啊 期间啊 有突发情况 这个就是足报 足报就是 你突然间 哇 哇 我写了啊 哇 什么什么 哎 好 哎 嗨 啥 正月 二月 三月 三个月 只有这三个月而已 哎 很好 突然间好 女孩子突然间好 要注意 嗯 要小心当不 做什么东西 要小心当不 如果说没有呢 就平平淡淡淡的 这个足报就没有 没有来找你了 哦 没有来找你了 要记住 大家要懂得 什么叫勾脚 数码的 一定要懂得勾脚 勾脚是什么 都是容易伸口舌啦 你没有事 人家也是要找你吵架嘛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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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没两句 要给你吐啦 哦 这说得你很生气啦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没有问题 哎 这个没有问题 啊 没有问题 记住 这个勾脚心啊 在马的话呢 啊 卷蛇心呢 就一定是在老鼠 啊 勾脚心呢 在马 啊 这个 卷蛇心呢 在老鼠 啊 卷蛇心在老鼠 啊 啊 好 所以要记住 好 注意啊 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啊 再说一下啊 属羊的 属羊的运势 我跟大家说 所有的生肖 都一定要注意什么 反正十二个生肖呢 到时候我们还会再讲多一次 十二个生肖讲多一次 我要让你们讲到什么 讲到听到来对 你们都懂 但是 我再说一次 因为有些人刚刚进来 我再说一次 属老鼠 属兔子 属龙 属马 属鸡 这五个犯态税 对不对 但是只是在 正月 二月 三月 这三个月过后 你就没有问题了 就没有再犯态税了 态税不翻一年的 开什么玩笑 吓死人 那我十多年前 我也是告诉你们 态税翻一年了 是啊 那时候我的功夫 没有那么深了 对不对 所以啊 只要 这个功夫深了 铁棒磨成针 水滴石川 我研究研究再研究 看了看了再看了 翻开翻开再翻开 对不对 我终于知道 年月日时为春夏秋冬 所以你一旦知道 你不用花我三十多年的时间 你今天听直播你就听到了 是不是 所以属羊的 属羊的朋友 属羊的朋友 要特别的注意 要特别注意 为什么呢 属羊的朋友 来打加一 属羊的朋友打加一 我们所有贵人 发一下你的慈悲的手 发一下你的慈悲的手 打一下吉祥如意羊 虽然也不是属羊 吉祥如意羊 代表是我们回向给羊 对于我们好 我们慈悲 你慈悲你才会回向给羊 对啊 吉祥如意羊 对对对 羊吉祥如意 对对对对 我们发给羊 发给羊 让羊发 发给羊 让羊发发发发 但是我先告诉你 你是属羊的话 打加一 打加一 属羊的好不好呢 哎呀废话 为什么骂人啊 为什么说废话 因为属羊的very good 但是属羊啊 没有很大的吉星 但是他 这个吉星 在一起就大 三台星大不大 不大 八座星大不大 不大 华盖星大不大 不大 天解星大不大 不大 但是这五大吉星 在一起就西北大 就很大 very big 所以所有属羊的 我们哎师傅 糟糕了 我不是属羊的 怎么办 怎么办 你去喝羊肉汤啊 有些人就说 属鸡饭太碎 那吃鸡肉 会不会饭太碎 OK不要开玩笑 听课不要开玩笑 不要一直讲笑话 OK serious一点 OK 好来 属羊的 虽然吉星啊 少啊 虽然吉星小啊 但合力啊 大 所以我告诉你 你听十二生肖 不要听我十多年前的那个十二生肖 不要听我二十年的十二生肖 为什么呢 我可以告诉你 我二十年的十二生肖 和现在这个讲十二生肖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这个就是啊 有进步 真正发觉到 吉星给属羊的人有没有用 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操作 你不会操作 你懂吗 你看 别人啊 在戏班里面啊 让那个老虎啊 跑来跑去啊 站啊 上啊 什么什么 对不对 你试试看 你说老虎凶星吗 对不对 老虎是凶星吗 狮子是凶星吗 你试试看 人家有train过啊 人家知道怎么样去训练 对不对 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吉星到了啊 好不好呢 好 但你懂不懂怎么用 你认不认识 三台八座 华盖 天节和堂福 你认不认识 你不认识 不认识 他不认识你 你就像跟他说 我是属羊的 哈啰哈啰 我是鸣啊 鸣啊 Come on Come on Baby baby Come on Lucky star Lucky star 才来都说了 他都不认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认识 对不对 你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 来教你怎么做 好 称之为五大吉星 帮助属羊的人快速排除烦恼 第一个 属羊的人 你想要正月二月三月好的话 记住 想要正月二月三月好 春季不能有烦恼 烦恼大家都有 烦恼大家都有 老师我吃树 树有 有那个羊肉树 那个羊肉汤树的 有 怎么讲 吃了那边去了 来 我们吃 我们再继续讲 所以想要正月二月 这个运势好 春季不能有烦恼 所有羊要记住我的话 所有羊要记住 因为这五颗星 不跟容易生烦恼的人在一起 听懂了吗 你听懂 第一步 这五颗星已经就快来找所有属羊的 对了 打吉祥如意羊是非常好的 对 回向给羊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五大吉星 五大吉星 虽然啊 分开就是小 在一起就是大 在一起就是大 就像是五根棍子一样嘛 怎么折都折不 掰不断 对不对 掰不断 掰不折 所以啊 所有属羊的朋友 所有属羊的朋友 春季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要排除你的烦恼 不要让人家让你烦恼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件事 所有家里面有属老虎的 所有家人 所有家里面有属老虎的 要特别的注意 所有家 家中 家中属老虎的 正月初一让他自然醒 你不要去叫他 懂吗 让他自然醒 自然醒就行了 不要去叫他 不管是谁 你都不要去叫他 人家说 师傅 女佣呢 女佣属老虎的 可以吗 你叫他 明天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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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了 好 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 春季运 运势 转好 建议呢 做征运 所以 我们这里有一套配套 叫征运 征运配套 所有的运势 所有的奢生孝 喜欢征运的 想要征运的 来吧 来吧 三台星 三台星 属羊 我现在解释 一颗一颗星 记住 所有的五颗吉星 都不可以有 深烦恼 不可以有深烦恼 我们先说一说 这个三台 三台呢 是属羊土 那么八座呢 属阴土 所以要阴阳之土 归裂在 这个八支 这个运势当中 三个月属羊的人 会保护你 但是这三 这几个吉星 为什么会离开呢 因为你很容易 给人家 就是让你烦 你知道吗 人家一点点 哎呀哎呀 还是打麻将 你知道吗 快点啊 快点啊 你就烦了 你烦了 烦了 烦就麻烦了 明白吗 记住了 属羊的一旦烦的话 哎呀不可以烦 不可以烦 不可以烦 五大吉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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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提醒自己 那么三台是什么 三台代表着 代表着地位 地位 所以属羊的正月 二月三月呢 你们的这个地位 会有所提升 地位会有所提升 而且呢 你要记住 要懂得怎么样去打扮一下 要懂得怎么样去打扮一下 那有些人说 我是送货的 送货又怎么样 送货也是可以打扮一下的 有些我告诉你们 所有的生肖听清楚 如果你们是做工啊 有时候会流汗什么的话 拿多一件衣服 拿多一件衣服 要回家的时候啊 把它弄干净 把它弄干净 拿一块干净的布啊 放一点水啊 给柳柳姐 切切切 OK 好了之后呢 再换上一个新衣服 轻轻松松的回家 相信我 那回到家还是要一样呢 要洗两件衣服呢 那没有办法 但是对你的运势真的会很好 你可以试一下 还有一点 有些人说 师父啊 我想问你啊 工作很烦恼 怎么办 我不是属羊的 我也不是属马的 我只是想问师父你这句话 怎么办 三十多年 四十年的梁振决师父 今天教你一句话 你要特别的注意啊 特别听清楚了 今天教你这句话 你不要自私 自私的人是没用的 自私的人是没有用的 你千万不要自私 听清楚了 一不要小气 二不要自私 你只要不自私 不小气 你现在听了我这句话的话呢 你一定有帮助 在事业上如果遇到任何的问题 注意我现在教你的这套方法 人唯一啊 就是妒忌 懂吗 妒忌人 你妒忌人的话呢 你肯定啊 不会发达的 肯定你不会发达 肯定你很惨的 很惨很惨的 反而被你妒忌那个人呢 越来越好 明白我意思吗 来我教你们一招 你们工作 你们去工作 你们去上班 我想问问大家 来 想听我帮助你的 你们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穿uniform 就是公司给你的那个衣服 有还是没有 来 有的打加一 有的打加一 有的就打加一 打加一会不会打 有的打加一 来 打加一 有的 我不是说鼠羊 所有的生肖 你们工作如果不顺利的话 我教你一道方法 你们去工作的时候 去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有穿 CL鬼人 有穿 有穿肯定有穿 没有穿是裸照 不行 就是有穿 穿公司 这是公司的uniform 对不对 OK 那么你记住我的话 记住我的话 记住了 清清楚楚记住了 你的工作如果不太顺利 你有uniform 你的工作不太顺利 回家的时候 不要穿工作服 不要 就只是裤 裤和全不用紧 只是衣服 换一件 什么衣服都可以 换一件 把你的工作服 放在包包 拿走 你这样子试 一个星期 你这样子试一个星期 你会发现到 你的工作量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顺了很多 试一下 你就知道谁是梁振爵 你就知道 Who is must know giving you all the best suggestions 这个是最好的建议 我给你最好的提议 也是最好的建议 听清楚这是一 我说的这是一 这是一 但是不会 师傅 我工作很顺 也很开心 同事 大家都很好 那你穿着回去 对吧 对吧 我是说那些不顺的 就不要穿着工衣 工衣回去 哪怕你是送货的 明白吧 顺的 你就穿回去 知道吗 你听东西要听清楚 等一下 好好的 我很顺 老板也喜欢我 这个也喜欢我 那个也喜欢我 对不对 那你还 你穿工衣回家 不用紧 我是说那些不顺的 一直很多 也不要说有小人 我们有时候也不要这样说 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 把你的那个uniform 把你的uniform 但是要公司的uniform 公司虽然没有买给你 但是公司说 蓝色 OK蓝色 蓝色就是一个uniform 对不对 不一定是要 要company的名字 不用 那么 拖着 就 收着 放在backback 走 这样子 明白了吗 没有制服的呢 就是随便穿的 对不对 好 随便穿的 一样 把你做工的那件衣服 拿出来 擦干净 再换另外一件衣服 因为没有工服 没有工服 随便穿的 那你就照我这样方法 来 知道的 打 A 打 吉祥如意 知道的 打感恩 知道的打感恩 会不会打感恩 不会打感恩 就打AB 不会打感恩 你就打AB 感恩我 我直接跟你说感恩我 你听得懂的话 感恩我 听不懂的话 就说 就打 确实的吗 就打确实的吗 来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再跟大家讲多一点 好不好 继续再跟大家讲多一点 让每个人都懂 好 第二招 第二招 我是老杨 老杨 老杨 来 第二个 如果你经常在公司遇到小人 你经常在公司遇到很多很多压力 第一 第二 很多小人 第三 很多人妒忌你 对不对 我们大家知道 我相信这九百多个人 不会妒忌任何人 KX的贵人们绝对不会去妒忌任何人 我们也不会说他怎么样啊 我跟你讲啊 他怎么样啊 什么什么 有些人啊 我们不会这样子 因为这种是什么 这种是很low class的 很低能的人做的 很低级啊 很低级的人做的 KX的人绝对不会这样做 是不是 但是我要告诉你 防人之心是不可污的 是不是啊 我们还是要注意的 那些人来对付你怎么办 压力大 没有小人 但是压力大 怎么办 来 我教你 我们有这样的衣服 我们有没有一件大衣啊 随便 有没有一件这样子的大衣 有没有 随便啊 随意的都可以 有吗 我教你们 教你们 你们不是有遗址吗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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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比如说 你看 我们不是有一件衣服 来 我在这里教你们 你们就这样 你们的工作 你们的工作的 这是你们的工作 工作的 这个你这样子做 这样子放 看到了吗 这个会吗 会吗 你这样子放 但有些人说 师傅 我是跟车的 对不对 我是司机 我是跟车的 那就没有办法了吗 我是说那些有遗址的 有遗址的 师傅 我是卖鸡饭的 卖鸡饭的 你不可以坐在这边 卖鸡饭吗 就没有遗址的 就算了啦 没有遗址的 不要捣乱啦 就是我们说 有遗址的 你就这样子 这样子放着 懂吗 我教你 你这样子放着 你会觉得 你的靠山 越来越明显 小人呢 慢慢的 不会很快 慢慢的会击退 理解了吗 拿走 明白我的意思了 所以 这个都是教你们的最好方法 还有另外一个 不管你是加入一家新公司 或者说你觉得 最近的工作压力 是特别大 然后呢 钱财呢 也不太很顺 就是很多乱七八糟的 黑锅一直要让你们背 一直要让你们背 来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记下来 记下来之后 你可以教你所有的贵人 所有的朋友 来记下来 听清楚了 要回家之前 把你的桌子弄得干净 要分颜色吗 不用 不用分颜色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你们的分享 哎呀 我看到你们问问题啊 家里的可以吗 家里的可以啊 因为你在家里工作嘛 Work at home Work at home 是吗 可以的 可以的 yes 我也这样做 对对对 是的 你们不用讲 因为你们是老贵人嘛 你们每次都听的嘛 你们会懂 他们有些新贵人的 他不知道 我告诉你 很多球馆的 我告诉你们 真的真的很多球馆的 OK 当我们遇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直在我们身边 一直围绕 在我们的公司 在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一直围绕 我告诉你 不管你的生肖是什么 我在这里教你一个方法 要回家的时候 把你的桌子 整理得干净 整齐 你会发现到 越来越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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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会发现到这样 你不会发现到这样 我信良的 我这个良 我不要那个木 Steady了 不要那个木就没有字了 是不是 我信良的 我不要那个木 真的 你们试一下 反正我都没有拿到钱了 你又不会说 哎呀师父 谢谢 给你一个红包 对不对 你不会这样 是吗 送小黄书 对 我们这个小黄书就快要玩了 还送 我们就快要玩了 老板娘说送小黄书 你们有来我们的公司 有来我们公司 我们都送小黄书 一进门 你不用担心 我告诉你 一进门 你的运有多差 有多衰 有多不好 你经常来我们这里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来一次的话 你知道吗 我们的埋地 让你的运势 真的 因为做这一行 三十多年 四十多年的梁师傅 我 我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我要好 我先让你的运势吃得饱 你的运好 你会把我当成是宝 对不对 来到我这里 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你走进我的大门 就 你看一下 是不是 你走进我们的 我们这里 这个三楼 整个都是我们的 你走进这里的话 我告诉你 不一样 你的运势 马上转变 马上转变 明白吗 真的 很多人 他们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有感应 他们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感应非常好 很正 这边的能量很正 非常正 很正很正的能量 跟大家说 来 我们继续说 师父我没有在家工作的 但是也 也能这样做吗 你不是 不是在家工作 如果你工作没有遗址 那就不要了 那就不要了 好不好 来 我们继续说 所以所有属羊的朋友 所有属羊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很喜欢听这些东西 哎呀 怎么样啊 收拾啊 干净啊 哎呀 放遗址啊 哎呀 放什么 哎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听这个 来 九百多人 九百多人 能不能够给我 喜欢我讲这些怪怪的东西的 打加一 喜欢我讲怪怪的东西的 打加一 来 我看 我慢慢在这边算 后台帮我算 我看有没有九百多个 嘿 嘿嘿 很奇怪哦 你们喜欢听这些的哦 很奇怪哦 来 嗯 我每次讲座啊 我每次去外头啊 人家请我去讲座的时候 很多公司请我去讲座的时候 他们啊 有些啊 真的 我告诉你 他们啊 他们不懂英文的 他们不懂中文的 他也在那边 What is that What is that 因为他看到每个人都笑 然后这个旁边的人还跟他讲啊 破一千啊 破一千是感恩你们 感恩你们 感恩你们啊 那么很多人还跟他们讲 Why is that 因为他看到我讲华语嘛 他看到每个人都笑嘛 那个讲英文的就 Why is that 他说 他笑到了 笑到就讲不出话了 想不出话了 为什么会一千人 就是因为有感恩你们分享 感恩感恩 感恩 感恩感恩大家的分享 来 好 所以所有属羊的啊 要记住啊 我不是属羊 你朋友是属羊嘛 是不是啊 你朋友是属羊 所以属羊的好不好呢 是很好的 但属羊啊 有一颗心 你一定要小心啊 这个心叫做什么呢 叫做浮沉心 浮沉心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心啊 浮沉不定 会让 虽然属羊的好 但是它会让你啊 觉得说 到底要不要啊 到底要怎么样啊 要这样还是要这样啊 属羊的要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心很不定 你懂吗 心很不定 所以所有属羊的听我一句话 怎么样破除 你们都喜欢听啊 你们都喜欢听啊 都喜欢我 我说这些啊 是不是啊 那我真的要找一个时间 多讲一些 这个十二生肖的奇事 是不是啊 OK我安排 我安排明天后天 我尽量明天后天 好不好 我就讲十二生肖的奇门怪事 奇门怪事 那 那我相信很多人会喜欢 你们说你们喜欢的 你们说你们喜欢的 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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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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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贵人 你走来啦 他敢敢 敢敢 敢敢按啊 你们按 按加一要不要钱的 不用钱的 来 好 那么 属羊的啊 有一颗星叫做天解星 因为你也有一颗星叫官府星 所以天解星来抵挡你 来帮助你的这个 这个官府星 让官府星压下去 就代表这逢凶化级的意思 这个星啊 是官非和疾病 懂吗 这个星是官非和疾病 但是有天解星 那么天解星是代表什么 你要认识 你不认识的话 天解星不会来找你的 什么叫天解星呢 放轻松 Easy go lucky 你放轻松 什么东西你要放轻松 你一定会觉得非常好 所以属羊的 兜得力来说呢 属羊的真的是 运势是非常好的 来 我在这里教大家听清楚了 只要将自己的生肖 放在自己的这个睡房 属于天解星方 什么叫做天解星 大家能不能 我不是属羊 我可不可以求到天解星的帮助呢 绝对可以 绝对可以 但是我们当然希望说属羊的 属羊的 那么什么叫天解方 天解方今天在哪里 我告诉你们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件事情 只有今天听直播的人 或者看重播的人 他们才会知道 不要放在这个 这个属于属于天解星的地方 是在哪里 不要放在进门就看到的位置 记住了 我再说一次 只要属羊的 来 听清楚属羊的 只要将自己的生肖 属羊 我是属羊的 我只要买一只羊 放在自己睡觉的位置 属于天解方 天解星方 这个的位置 方向 只要你找到天解星方向 就可以了 不要放在一边 不要放在一进门 就看得到的位置 所有属羊的 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 天解方在哪里 是不是你要问我 天解方在哪里 来 抄下来 后台打上去给他们 西南偏南 西南偏南 度数 202.6 至217.4 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位置 非常非常好的位置 所以一定要记住 我再说一次 西南偏南 SW SW 然后是 202.6 度 217.4 所有属羊的 你只要在这个位置 放一只羊 那么你的运势就会非常好 你理解了吗 来 我们今天 讲到属羊 现在讲风水 明天我们继续讲属猴 你记住明天我是讲属猴的 什么 没有听清 好的 202.6 02.6 至217.4 217.4 来 我们今天跟你们讲一下九星 很多人 很多人去喜欢听九指飞行 很多 很多很多人喜欢听九指飞行 2023年风水 只要能够听到今天的2023年的风水 我告诉你 大地就在你脚下 大地就在你脚下 今天我们讲到属猴 因为今天我们还要讲风水嘛 我们还要讲这个2023年的风水 为什么我敢放全球首位 我第一个讲这个 我今天我一讲完之后 上一次我也有讲 我也有讲一点点 然后今天我也讲完 包括上次的我讲完了 今天我讲完了 下来呢肯定有人会讲 你不信你看 不信你看 来 大家注意了 现在在讲风水了 风水是每个人家里都有的 每个人家里都有的 感恩 谢谢你们 我知道你们分享了 又分享 感恩感恩 真的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你们 有些人打电话叫朋友上来听 好 听清楚了 我们说了 今天今天要等到人数上来 我相信人数都上来 还继续再上 来听清楚 今年 今年 九指飞星讲的是什么 最主要的一百星 六百星 八百星 还有九指飞 九指星 就是代表着这四大基星 但是大家 今年一定要注意 第一 银行不用去金钱 不用去金钱 千万不要犯这个魂 随便你 这个运气是你的 师父在这边 以我三四十年的经验来跟你讲 就看你信不信 你去查我是不是三四十年的经验 去看我的ROC就知道了 这是意义 我告诉你 第二 今天的风水你一定要听清楚 为什么梁振爵我 今年只告诉你 五黄与三沙 第一 因为今年是2023年 也就是八运的最后一年 有些人说九运已经来了 那个更加的糟糕 威严耸听 威严耸听 最好不要搞这种东西出来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别搞这种东西出来 2024年 这个我们不说 我们是2023年 今年是最后一年的八运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天要亡你 有良者决赛 你就没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听话照做 千万不要听了 照自己的方式去做 那就不好 对我没有坏处 对你有没有坏处 听清楚 我们先讲一讲 我这样来跟你们讲 来 我这样来跟你们讲 我觉得啊 我这样来跟你们讲的话 更容易 我觉得更容易 我边话边跟你们说 让每一个人啊 都能够听得懂 让每一个人都能听得懂 来 因为有些时候是这样 不话不知道 一话吓一跳 对不对 好 来 我写给大家 好 还要写 那个 英格里斯的 英格里斯的 OK 我简单的 我简单的 我简单的这样画 让大家马上就能看到 因为有些时候是这样啊 你如果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不知道了 来 我们这样子 这样简单的 让大家学到 今年的风水 好 好 我们这样子 让你们呢 所有人都能学到 今年的风水 学不学 就在你了 学不学在你 来 听清楚 教课 今天的风水 我们教大家 首先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明白 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 我们说的 我们所说的 这四个位置 东 东 南 西 北 四个位置 这四个位置 有一个名字 它有一个名字 知道吗 它有一个名字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忠神 也叫什么呢 也叫做市政 市政方 我们叫忠神 我们叫忠神 也叫市政方 我写一下 写一下 让大家知道 叫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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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叫做市 一二三四的市 正方 好 来 一定要交 把这个交清楚 你就知道了 把这个交清楚 你就知道了 今天大家终于学会了 你是属老鼠 你是属兔 你是属马 你是属鸡 你是属龙 这五个生肖 犯太岁 不是整年 而是正月二月三月 只是三个月犯太岁 你不相信我三十多年的良知府 那我就没办法 我在过去十多年 二十多年前 我讲奢生肖 我也推论为一年 但是 人等到一个时期之后 你就会真正的去发现 和发掘 和研究出来一个最新的报告 三十多年出来的一个报告 今天风水呢 也是一样 今天风水也是一样 跟大家说 这个叫什么 叫终神 叫终神 叫四正方 什么叫四正方呢 这几个位置就叫四正方 我画一个星星的 我画一个星的 这些位置呢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终神四正方 终神与四正方 你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清楚 这四个位置 那么 这四个位置就是我们全家 我们所有家庭里面 最关键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的人的 眼耳鼻舌 眼耳鼻舌 没有眼怎么样 没有耳怎么样 没有鼻怎么样 没有舌怎么样 眼耳鼻舌 这四个是最关键的位置 也有人呢 这个说 把桃花放在这四个位置 把桃花位啊 选择一个位置 放在这四个位置 好这个我们不讲 总而言之你要记住 这叫做终神位 也叫做四正方 八字为终神 风水为四正 其实都是一样 但是今年九指飞行 大家都去看风水 对不对 每次听我的讲说都知道的 我讲说三十多年 都知道这个四正方 对不对 今年我可以告诉大家 四正方 我们的整盘的这个九指飞行 你别碰它了 信不信就由那个人了 天要亡一个人 你怎么帮都帮不了 天要亡你 你一下看一个直播 听梁振爵说 他就OK 他就马上OK了 来我来告诉你 这个是一个死穴 听清楚 九指为行地 九指为行地 什么叫做九指为行地 我们首先先找到指的位置 指的位置 记住哦 写下来哦 指的位置在北方 指的位置在北方 叫做九指为行地 什么叫行地呢 也就是说这个方位啊 北方啊 是属于一个行地方 是属于一个行地 行地是什么呢 也就是砍头的位置 在过去啊 砍头的位置 过去很多人说 一个人砍头要去哪里砍 啊 啊 这个开西门 开西门 秋后问斩 往西门推出去 但他的脸朝什么地方 就朝这个 北方 啊 就朝这个 所以 安在北方 墓啊 墓碑啊 向南方 这个我不讲 总而言之呢 这个叫做九指 九指 九指 为行地 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九指为行地 九是123456789的那个九 九是代表着九指飞星 因为今年的九指星落入在了什么 落入在了北方 那偏偏这个方位呢 他的终神被压 也就是说 北方 虽然飞 这个九指飞到北方去 但是 这个终神为被压 被什么压 被行 被行碎而压 被行碎而压 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行 你千万不要去碰它 不是说 不是说动土的事情 不是 是这个位置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它 你千万不要因为一个九指飞星 九指到了那个地方 那然后呢 你不懂得原来啊 紫 紫 紫这个位置叫北啊 北藏着了呢 行地 行地就是 你如果不懂得怎么样去 你不懂得怎么样去操作这个 这个北方的话呢 2023年肯定 肯定对你的整个运势是很不利 整家人的运势很不利 整家公司的运势都很不利 那怎么办 不碰它 不管它 那就没事 我先告诉大家 所以九指不要碰 九指啊 九指星啊 不能碰 今年 几乎很多 还有继续讲 第二个 东方 东方 东方是什么呢 什么东西来的东方呢 东方叫卯 记住 卯也是终神当中的位置 东方 东方有一个星叫做二黑星 二黑星飞到东方去了 那大家都知道二黑星是病星 飞到东方去 这个叫什么 二卯 招植田 什么叫二卯招植田 二卯招植田 就是在告诉大家 这个东方这个位置 除了有二黑病急星 二黑的病急星 而且他呢 他还有一个市政啊 被执态税所押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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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年的 今年犯态税的人 都是属于市政神犯态税 市政方犯态税 市中神犯态税 也就是指 五 毛 有 这四个犯态税 这四个位置犯态税 你千万别碰他 所以我才告诉大家 东方 那么我们继续说 所以东方有什么 我们先说北方 北方有什么呢 北方有行地 别碰他 东方 东方有什么呢 东方除了有二黑 还有 执 我们叫执田 就是执态税 九指为行地 二毛遭执田 二毛遭执田 就是二毛啊 这个是一个执田 执田之地 所以千万别碰 再来 我们说南方 南方是什么 南方是五 五方 下午的那个五 叫马 马的位置 也是属于终神的位置 也是属于终神的位置 那么我们叫做八 八五是什么意思 不是八匹马哦 八是代表八白星 也就是2023年最后一颗 八 这个这个我们叫八运星 八宅星 也就是我们说的八白星 是最好最好的一颗星 但是他却今年最后一年 他却被五所压 为什么五能压他呢 因为五来了一个什么 叫做八五撑破路啊 破掉了这里的路 八五破掉了这里的路 也就是破碎星啊 来到了这个五方 我们刚才说了 北方是行地 这边是执田 这边是破路 这边是破路 所以听清楚了吗 九指能不能动 不能动 东方可不可以动 不可以动 八白可不可以动 不可以动 现在我们最后一个啊 我们再来看一看西方 西方六白星 六白星过度财星 六白星好不好呢 不错 六白星好 但是呢 市政又来了 市政又来了 所以就有六友 六友就是六白星 西方 得冲到 得冲到 冲到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财富给冲走 所以大家有可能听了有点乱 但是我简单说 你根本就不用去管今年的九指星 九指飞星 所有的九指飞星都不用管 为什么呢 因为市门已经被封锁了 你管不了他了 你反而去启动你的九指星你就惨了 啊 你就糟糕了 这一点你一定要懂 虽然你听不懂 但是你一定要重复再听 总而言之很简单 每年我都教你们九指飞星 九指飞星 九指飞星 但是今年千万别碰他 不要去管他 啊 不要去碰他 不要去管他 我要管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来继续听清楚 啊 避害 居训方 也就是我们说的 这里 东南方 东南方啊 有一个叫避害星 啊 避是三避 害呢 害是相害 避害就是害碎星 避害居 就是这个位置呢 这个龙啊 啊 这个龙很多很多问题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东门 北门 东门 北门 南门西门 东南门都被锁住了 看到了吗 九指飞星 你千万别碰他 啊 千万别碰他 我很担心 我很担心 说了这个 这个是一个所谓什么呢 我们就说了啊 是天保啊 是最好的一个风水 九指飞星的格局 我每年教大家怎么样去布九星 没有一个人布了不好的 听我的梁正觉得没有一个不好的 我保证 但今年千万别碰 因为今年是最后一年的八月 今年如果你碰他 我告诉你麻烦事就多了 麻烦事就特别多 再来 前方犯五黄 这边已经是 我们叫做避害星在这个地方了 三避还有相害害碎星在这个地方了 对不对 对面啊 对面西北方这个位置 又来了一个前方犯五黄 所以今年的五黄在这个位置 今年的五黄啊 五黄在这个位置 今年的五黄在这个位置 大家要记住 五黄在这个位置 在西北方 西北代表什么 代表男主人 所有的男主人 家里面有西北方的男主人 我们今年一定要多注意我们家里的这位男主人 因为五黄沾到 沾到了沾 准准准啊 准准啊 向前这个字啊 蹦下去啊 就向前这个字啊 蹦下去 很麻烦 然后呢 再来的就是三撒 再来的就是三撒 三撒在哪里 在深方 在根方 在心方 在有方 在虚方 简单说 简单说三撒在哪里 在这里 三撒在这里 然后呢 偏一点点 昆 偏一点点 对不起 偏一点点这里 西南 再偏一点点西北 所以三撒总共啊 三撒五门 三撒五个门 所以呢 我总结 我简单说 九指飞行 大家今年不能碰 但是我总结一句话 告诉大家 听清楚 听得懂的 听得懂的是你的福报 听不懂的没关系 一句话 九指飞行别去碰他 什么九指今天飞哪里 飞哪里 谁敢说这句话 谁敢说 我真不知道谁敢说 千万不要扒 不要拿我的话来讲啊 哎呀 谁说呢 那梁师傅说的 我告诉你们了 不要相信啊 谁你 三十多年 去查我的ROC 看我到底多少年 不是半路出家的 我就求大家了 凭我梁振爵的身份 我来求大家 千万不要去碰你的九指飞行 今天我没有办法 操作五百万人 但是至少有一千人 听到这句话 那么师傅 你教我们最简单的方式 要怎么样去化解它 最简单 我也不要跟你啰嗦 第一 三撒五黄这两个位 你一定要把它搞定 三撒五黄这个位 你把它搞定 就没事了 三撒五黄 只要你把它搞定 你家里的所有的财 所有的福 自然开 自然就开了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就像这样子 就像这样子 你只要把这根手指一掰开 全部都开了 明白了吗 这四个位置 东南西北 这四个位置你别碰 九指飞行 你千万不要再加摆 梁振爵说的 我以前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去年 我也是在跟大家说 九指飞行很重要 九指飞行很重要 来大家要不要摆 但是今年绝对不行 绝对不行 今年是八运的最后一年 大家要细心小心的度过 很多人告诉我说 师父啊 明年的经济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 我说好 为什么呢 正能量嘛 不好 shed up 不关你的事 不用拿全世界的经济来说话 对不对 有人才 这些都是人才 在弄经济的人 这些都是人才 我们平民百姓 做好我们的家 把我们的家人照顾好就好了 威言耸听 有什么帮助呢 对不对 有什么帮助 所以你问我 什么时候是最好 天天都是好 天天都是好 没有一天不好 只是在不顺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面对 你面对的乱七八糟就不好 谁啊 包括梁师傅 能不能够天天都顺顺利利啊 你开什么玩笑啊 天天顺顺利利 做人还有意思吗 对不对 注意我这句话 听清楚我这句话 你们如果有去医院 去做生理检查 你看那个心电图 是不是这样的 滴 滴 滴 对不对 上上下下才能活着啊 是不是啊 滴 就再见了 明白了吗 所以啊 我再简单一点说 今年的九指飞行啊 东方 南方 北方 西方 西北方 东南方这些 你都不要去管了 因为九指飞行停了 你只要把钥匙给打开 什么地方是钥匙 三煞五黄 三煞五黄就是钥匙 只要我们懂得怎么样开三煞五黄 没问题了 这边 三煞五黄一掰开 呦呦 就解了 哎呦 我佛慈悲啊 希望你们听得懂啊 你们如果听不懂 你不要管我讲什么了 找到三煞五黄位 我先说三煞 三煞五门 三煞总共有五个门啊 三煞总共有五个门 不好找啊 不好找啊 有些人说 哎不要再五黄位动徒啊 什么 你能操作吗 五黄位动徒你能操作吗 就比如说你的家 你住在你 你现在这间家 你从你的窗外看出去 哎西北那边 那边是西北 这边是西北对不对 你看出去 你从西北方向看出去 那边是西北 然后呢人家在建屋子 你怎样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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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年是西北啊 西北犯五黄啊 don't toucha ok one year 开玩笑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要知道怎么样画 我们的那个棒呢 我们那个棒 送给他们的棒 主公棒 在里面 支支去 右手 那么三煞 三煞 倒不如 你不是专业的 我倒不如教你们 画 用五黄 五黄只要你把他镇住了 全门 避开 那五黄在哪里呢 在NW写下来 五黄在哪里 在NW 就是在西北方 西北方就是五黄方 西北方就是五黄方 五黄方把它写下来 真的用心良苦 真的是很用心良苦 所以九子非心 今年 你们要听 你们可以去听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世界上啊 谁最幸福 你们在线的这些人最幸福 听不懂没有关系 总而言之九子非心 我不要管他了 今年最重要的是 把五黄给除掉 不是除掉 把五黄给镇住 不是在那边吗 把五黄给镇住 你抹死都谋了 抹也死都谋了 沾海的 我真的 我告诉你 真的 我去找一下 我叫他找那个 他找不到 我去找一下 我去找一下 我想要给大家看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他找不到 没办法 没办法 对不对 我找 我找 等一下 我找一下 去收拾一下 里面你开灯 全部的那个水晶去收拾一下 来 我开给大家看 这个 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 今天我们都是 我们那一天 我们都送给大家了 我们 我们送了 应该五六百只了吧 是不是 老板娘 五百四十只 五百四十只 我们都送 送了 五百四十只 而且里面还有庄杖 里面还有庄杖 这个是什么呢 十字金刚柱 这边呢 九宫 放在哪里呢 西北 地上也有 里面的地上也有 看到吗 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西北方 你都什么都不用管了 我也担心啊 我也担心你们 还是不太懂啊 不太会啊 所以这里 已经庄杖给你们了 全部都送了 家坐在 家坐向西北 家坐向西北 到底是坐西北 还是向西北 如果你们的家 是坐西北的话 家是坐西北的话 那个当令五皇 那叫当令五皇 也叫五皇当令 如果你的家坐三围 西北的话 那是很麻烦的 那是很麻烦的 因为你要找到 你要坐三围 那么如果你们的大门 朝西北的话呢 那就向五皇 那叫向五皇 五皇不管你像 不管你坐 不管你像 不管你坐 我们都要想办法去解决它 如果我们的大门 外面就是西北方 所以今年只谈西北方 其他的位置不用谈 三撒呢 三撒不是不谈 三撒五道啊 不是不跟你谈 跟你谈没用啊 所以呢 比较容易破解的 让我们的家里的 风死那么久的财运 让它顺起来 行不行 行 开西北方 所以你的大门朝西北 你把它对在西北 我是送的 这个我已经送了五百多只了 不要胡说八道啊 说我今天是要卖这个 我今天就不卖 我让大家老老实实的听课 老老实实的听课 我对着西北 解决 我的窗口是西北 对着窗口 解决 我的房间是西北 放在房间 解决 我的厨房是西北 放在厨房 解决 就解决 房间在西北 对不对 JT 对不对 我们心有灵犀 一点通通通通通通 全通 是不是 还有送吗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你爽啊 不要笑啊 所以啊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来 证实一下 五百 五百几啊 五百六十字啊 五百四十字啊 我们送了哈 来 有拿到这个免费的 有拿到这个 啊 呃呃呃 在十二生肖讲座 有拿到这个的 麻烦你们打加一 啊 我们不要让别人觉得说 我们是在撒谎 对不对 三十多年的风水师 何必何必撒谎 对不对啊 啊 我们来听我们十二生肖的 我们送给他这一支 诶这一支 这一支 嗯 来我跟大家说 啊 过食堂啊 输输兔子的啊 输兔子的啊 我们这里这个小王叔 我告诉大家 这个小王叔啊 你们要的话 赶快来我们公司拿 啊 对麻烦大家啊 有真的拿到的 我们不把杆 我们我们不不不不不不 呃 这个把杆叫什么 串通串通 我们没有串通 他们这里真的是打加一 打加二的 对你看他们 他们打加一的 我们真的是没有串通的 真的是没串通的啊 真的是有送的啊 不要不要人家说 哎呀你骗人的啦 哪里可能送啊 那那那那那我没有办法 对吧 那我就不编 来 这本啊很多人喜欢 我告诉你们 今年啊就是这个牛 来 大家看一下 啊 我这样给你们看 来 我这样给你们看 看到我们的卖价吗 308 现在要加多一%了 都不懂300几了 原价700多 包装上700多 看到了吗 你们翻开 11 172 172 这个 画三煞五黄 转运改运 看到吗 对不对 你看 都打 打加一 我没有骗大家 真的是有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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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啊 这个小黄叔 看到吗 那 试想想 我是不是 啊 可以让你们 啊 2000人 来听我的讲座 然后呢 我这个便宜便宜卖 我是不是能赚钱 但我梁正觉从不这么做 问题是 解决你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工作 让你的运势 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让你的烦恼 一天比一天少 That's what I do When I do something I don't worry about what people think of me What history will record my worth That's my do Thing have to be done Do it Master Neil You just do it Keep my mouth shut and do it 这我自己就是这么做事情 That's why 我们的贵人们 没有 吉祥瑞没有 都support我 因为这个人不简单 一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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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客家人很好 你说中酒很好 所以啊 这个放在五皇位 解决 至少啊 是一个防弹衣啊 什么酒纸放什么啦 一百位放什么 我告诉你六百酒纸飞行啊 Stop all this nonsense 我不说别人 我说我KX Stop all this 我们不讲这些 我讲酒纸飞行 讲了多久 二十多年了 讲了二十多年了 那时候Facebook YouTube都没有了 开玩笑 是不是啊 讲到今天 二零二三年绝对不能再 再再再再用这个酒纸飞行 第一第二 现在大家明不明白 为什么我叫你们 不要用这个 不要用这个 这个安忍水 现在知道了吗 二十年啊 二十年是不能够安忍水的 包括酒运啊 包括酒运啊 是不能动的 忍水是不能碰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十一万十二万的 这个贵人们啊 我都叫你们千万不要碰忍水 碰忍水很麻烦的 我叫你安忍水啊 对我来我告诉你啊 我十二三岁啊 我就知道怎么样布忍水局了 但是没用啊 现在不能啊二十年啊 哎师父我家有人水怎么办 来家里有人水 家里有安忍水的 绝对不可能是我叫你安的 家里有安忍水的 来我们合作一下 如果你家里有安忍水的 打一个有 我没有交 我没有交 但是家里有安忍水的人 打一个有 我告诉大家 忍水切莫安 不要开玩笑 认为说忍水是招财的啊 画恶黑啊 画啥 开什么玩笑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 当机立断 直接的啊 当机立断 直接的告诉大家 那么什么时候安这个 这个这个呢 你可以在正月出一安啊 没问题啊 你可以在正月出一安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啊 有庄账 这里有庄账 单单庄账 单单啊 单单只是给我庄账啊 我们都要两百多块 你单单是庄账 我都要两百多块 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庄账 你们听不懂庄账没有关系啦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就听不懂 有啊 有人安忍水 啊 这个忍水千万别安 忍 安 平安的安 忍住的忍 水喝水的水 安忍水 啊 所以要记住啊 啊 要记住 我们很多贵人们来这边看 啊 很多 呃 我们还有吗 这个 工厂还有吗 哈 哈 阿春就是一个很老实的人 他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什么是安忍水 不是不是 不是那个安忍水 等一下 那我写给你们 你们不懂啊 不是 不是你们说的那个 等一下 等一下我写 我写了你们就知道 所以啊 有些人 有些人呢 会这么说 有些人会这么说 哎呀你 你 你相信梁振娟你就不要安咯 随便你咯 对不对 我 我不去跟别人 任何人抬杠 我身为三十多年的一个 一个师傅什么没看过 对不对 我什么东西没看过 是不是啊 嗯 所以呢 我不需要跟任何人抬杠 我也不用跟人家抬杠 我只是关心我的KX的贵人 如果你是我的贵人 不管你是在马来西亚 英国 韩国澳洲 你如果是我的贵人的话 我都会关心你们 当然你不是我的贵人 我怎么关心 我关心不来啊 我也关心不来 等一下 我擦干净一点 我擦干净一点 来 我写一个啊 要不你们不知道 好 来 大家看哦 来 这个叫安人水 安人水 不能安啊 二十多年来 二十多年来 就好像有人说什么 吃榴莲啊 不能喝什么啦 不能喝什么啦 你信你就喝咯 你不信你就喝咯 随便你咯 师傅还可以买九宫帮吗 不知道有没有 我不知道 嗯 我不知道明天 明天叫他们工厂再送来吧 还没有送 我们有五家工厂 五家工厂 但是呢 问题是五家工厂不一定有这个货 只是我不管有没有 不管有没有 另外一个 家里面有些人啊 家里面放九宫化 我告诉你 你家里放九宫化 那就不得了咯 我里面好像有一幅九宫化给他们看一下 是吗 有一个保险箱上面 收起来哈 那么还 这里啊 有一张 拿一张出来就好 有了有了找到了 对 来 你们大家要截图可以截图 要截图可以截图 来 你拿上我 你拿下我拿上 等一下 你拿下 我拿下你拿上 好 这样 来 这是用用用用药材来 等一下啊 好看到吗 你们没有关系啊 你们可以截图啊 截图了去外面买也行啊 没有关系的 我是不管这些的 但是呢 梁振爵敢卖的东西啊 绝对是好料 绝对是好料 有假的吗 一大堆啊 外面啊 我们不说 我们也不要得罪任何人 这个是我的手印吗 不是 这是这个 画这个喇嘛 画这个喇嘛 人不切 画这个的人不切 他的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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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的手印 我不会画 我的手印干嘛 我不会画嘛 我的 我 我有手印也没有用嘛 对不对 我有手印也没有用啊 九宫呢 九宫好不好呢 这个不用说嘛 这九宫当然是好了 是不是 九宫当然是very good 来 我给大家看 来 给你们看 这是师福 师福画 这个厉害了 这个厉害了 这幅也是很厉害的 这幅也是很厉害的 这幅 这幅 这幅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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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今天不卖 不卖 不卖 你们不要去误会 不要去误会 不要去 等一下误会我们就不好了 是不是 误会我们就不好了 你看 师福帮我们 好了之后呢 画好了之后呢 画好了之后呢 你看到吗 五佛 五佛 所以这些 这些 真正 真正真正 这个就是 喇嘛 他们在 在画 他们一公一公一公 现在在画 这个是真正真正在画的 看到吗 这些 全部都是为我们而制的 为我们而独自的 为我们而独自的 看到了吗 而且这些 放在上面 这些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这些 夹子看到吗 九弓看到吗 你们这些九弓看到了吗 所以这些是很重要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要让大家知道 这个九弓 九弓画很重要 看到吗 九弓画很重要很重要的 然后还要检查 还要检查 还要还要鉴定 鉴定了之后呢 还要检查 你说容易不容易啊 鉴定了之后 检查看是不是 这个对不对 行不行 这个有没有错 容易吗 不容易啊 你看 容易吗 不容易啊 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只是想跟大家说 真的 这些 他们要检查的 检查 要三选 要检 要检查这些 看到吗 所以让大家知道 九弓它的力量很大 所以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呢 对不对 怎么可以随随便便 不能够随便乱画的 不能随便乱做的 看到吗 不能够随便乱做 这个是师父写下去的 真正真正的很 真的是很 很 真的是很 很不得了的 对不对 你看这个 这个真的是真的是很 很不得了的 你看 新加坡 看到吗 新加坡 他的 这个画的 他真正的是很用心这样子 在画的 所以让大家明白 让大家明白 我对于九弓 我对于九弓 真的是 九弓家里面啊 放九弓的话 你根本就不用去担心 而且 九运要到了 九弓至少都保你20年 是最少的 九弓最少保你20年 还有一点 大门 我们走进大门 不管你住家还是新家 你走进大门呢 第一块砖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买地 我家都买地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不管是什么风水师也好 不是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也好 我一定是自度 我度我自己 我把风水看好了 把我自己弄好了 我才可以弄你好 我自己都搞不定了 我怎么搞得定你呢 你说是不是呢 你说对不对呢 这是真真实实 确确实实的话 一点都不瞒骗大家 一点都不瞒骗 所以大门进来买地 这是肯定第一的 第二个可以的话呢 因为你们有些人 已经住在九弓家 我都住在里面了嘛 那没有关系的 其实大门 叫那个contractor 敲出来了 挖在里面 绝对是可以的 绝对是可以的 很简单的 这个又不是你来做 他来做就好了 那么里面买什么呢 我们会告诉你们 这是买地 这是义 以后搬啊 以后搬就搬家了嘛 没关系嘛 慈悲嘛 留给别人嘛 好的东西嘛 还有第二个地方呢 就是中心点 中心点买地 那有些人中心点 还真没办法买地 那怎么办呢 在你的女人 记住 所有的女人 你的灶炉底下 就是你的命根 女人的灶炉底下 炒菜啊 炒菜的灶炉底下 就是女孩子的命根 炒菜的上面呢 上面那个位置呢 上面那个位置呢 就是你们的吉祥物 所以 所有的厨房 都是属于女孩子的 那么我们洗碗呢 洗碗那个地方呢 是属于男孩子的 我们叫龙头属于男孩子的 灶头属于女孩子的 买地很重要 已经买饱了 看到吗 我们真正的是有贵人 已经买了的 已经买了的 我自己啊 大家看 你看 我自己都这样啊 你看 是不是啊 看到吗 我不是说 大概讲几的 那么师父 除了这些呢 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 这个 这个介绍的吗 那我告诉你 如果你们问这个问题的话 那我就来告诉你 一件事 大家注意看 我跟你说 这个我也不敢接受 因为没有多少了 这个叫财神棒 看到吗 这种叫财神棒 我教你们看 你们就会 今天我们不卖 你们不用说点菜什么 不用点菜 今天不卖东西 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财神棒 这个财神棒 这个呢 能够把这个邪气给除去 而且还能够把梁啊给压住 看到吗 就是顶 顶住那个梁 这个 来 我们再带大家去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保身佛 我们的本尊 我们的本尊 南方世界保身佛 我们的南方世界保身佛 你看上面还有金本 好 南方世界保身佛 这个是我们的南方世界保身佛 保身佛满一切众生之所愿 保身佛满一切众生之所愿 保身佛 保身佛一定能够满足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保身佛能够满足所有一切众生的愿望 是我们在家人应该要拜的 应该要相信的 应该要相信的 看到吗 记住手掌是翻上来的 手掌翻上来 没有拿任何东西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满愿印 看到了吗 满愿印 好 来 那么这些是什么呢 黑黑的里面这些是什么呢 这个一个格一个格的就是我们的共佛 这个一个格一个格的就是我们的共佛 共佛 就是八方啊 四方啊 大家赶快来共 懂了吗 大家赶快来共 而且我们一月六号 我们一月六号在这边呢 后面有一条桥 我们一月六号呢 如果2021年啊 2022年啊 对不对 2021年 2022年 你们不是有这个 嗯 我们有2021 2022 什么 2021 2022很不顺什么东西吗 所以啊 一月六号啊 我们让大家六点半的时候 六点你要来了 六点半大概我怕很多人 我们呢 做一个很简单的仪式 然后啊 我们过这个桥 啊 我们过这个桥 把所有一切不好的东西呢 全部都弄走啊 那要把人安人水拿掉吗 好 来我在这里教大家怎么样把人水给除去 啊 怎么样把人水给除去 听清楚 啊 听清楚 来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人水 人水 就只能在一个时候才能够除去 那就是每个月的28 每个月的华人28 华人28 错过华人28 就不可以 就不可以了 好 那怎么样拿走 第一 你一定要准备一块红布 一定要准备一块红色的布 不管你按多久 28 啊 28 每个月只有一天就是28 除掉这个人水 你把这个红布盖住 啊 把一块大块的红布28 啊 早上28 啊 把它盖住 盖住了之后呢 包起来 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 不要再打开了 包起来 用rober band 啊 捆住 或者用sticker捆住 或者用什么什么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东西捆住 捆了之后呢 放在一个箱子里面 把它放在树下 就没事了 千万不要念经 不要念什么 就是这样子 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很麻烦啊 很麻烦 但只有28 只有一天 28那天我没空呢 那你等到下个月的28 他就这样子 就是只有一个28 只有一个28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今天啊 今天就跟大家 汇报到这里 我们讲到属什么 属猴啊 是不是啊 属猴啊 哑巴 饿了吗 羊啊 羊讲完了 羊讲完了 好 明天我们讲猴 明天讲猴的时候呢 我们再讲一些风水 一些啊 一些 你们喜欢听的 古里古怪风水是吗 古里古怪的东西 OK 明天我们讲 让大家 让大家更开心 好不好 对 是的 神要了解 那我帮你 神要了解 九公化的 神要了解 神要了解 九公化的 也可以信息 我们今天的助理小村 86932776 对 也可以来我们公司参观 我们公司 挺漂亮的 你看 对不对 哪里可以说挺漂亮啊 真是的 人要谦虚 对 人要谦虚 要说西北漂亮啊 OK 我们 KS公司 嗯 哈哈 那个是福建话 OK 很漂亮就对了 哈 来 各位人们 对 小黄叔 小黄叔 我们是免费送的哈 我们在 台城坡哈 三楼 整个三楼是我们的哈 你们可以 过来 这个小黄叔 即将没有咯 想要这本小黄叔的哈 赶紧要过来拿了 里面有 12个生肖的哈 你看比如说 鼠牛的 比如说 鼠牛的 你看 哇 对 过食堂 1985年的哈 吃什么呢 啊 我们的 LY贵人 安人水哈 OK 你联系我们助理好不好 可以联系我们助理哦 啊 那个助理会跟师傅讲的哈 啊 想要这本书的要赶紧 要赶紧过来拿了哈 很厚的一本 很厚厚的一本哈 这本是免费的哈 啊 西北方可以放铜制品吗 可以的 但是要看你放什么哈 比如说这个是 属兔子的 有没有 兔子的 过食堂 要吃什么呢 你看 快点哦 要来拿这本书的哈 免费的赶紧来拿 星期五的话哈 可以跟你的助理 预约 好不好 刚刚那个帅哥是谁呀 哈哈 对的 你看我们公司哈 挺漂亮的哈 欢迎你们来参观哈 我们在三楼 电梯 电 嗯 这个是谁 这只是这可爱的小宝贝 啊 啊 数码的生肖讲了吗 嗯 我没有注意听啊 你看 你们一出来 整个三楼就是我们的 那天有拿哈 没有拿到吗 啊 不是啊 没有星期五 你也可以过来的哈 平时你们也可以过来哦 我们每天都有开哈 每天都有开 十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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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八点 十点到八点 那天买的黑金 九宫花好吗 当然好啊 肯定是老妈哈 肯定是老妈哈 肯定是老妈 西服化的哈 你们放心哈 你们也可以 来拜拜我们的宝生活 对贵公司在大城地铁站A出口哈 A出口啊 贵人 来 我看一下哈 你们看不看得清楚哈 呃 A出口 看到我的手了吗 我们的心贵人 在那边 A出口哈 二楼是素食 我们在三楼哈 听说二楼的素食很好吃哦 你就直接上三楼哈 三楼就是我们看咯 这边就是A出口哈 贵人们 我们这边是 Taising Point哈 啊 这一栋哈 我们这一栋是Taising Point 呃 这一栋呢 这一栋好像我忘记了 我们不在那栋 我就不记得哈 你们不要记得那一栋哈 记得我们KX这边的Taising Point 就好了 A出口 A出口 可以留一本小黄书给你们 快点 HMF贵人 快点 谢谢你的助理哦 谢谢你的助理哈 我们这大门是湿北可以把酒公棒放在观音台对着大门吗 肯定可以的哈 肯定可以的 VIO VIO肯定可以哈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那么多人的分享哈 谢谢那么多人分享 今天破签哈 感恩 对啊 你那天找错 是出口了 对不对 你看豆豆 就先要过个桥 因为今天 今年师傅没有出推运论了 因为他只写到了前面的四个生肖还是五个生肖 他的眼睛 每天都流眼泪 对那个眼科医生叫他不要看那么多电脑了 我也不让他写了哈 福字要挂在哪里 PS贵人 小黄书好像上面有耶 小黄书上面有耶 我们的凌三人说 感恩师傅的付出和祈备的心 也感恩大家哈 对KX公司 嗯 嗯 这么多年的四人哈 我们从 老顾客还有新顾客 没助理怎么办 快点联系我们的后台 来今天助理是小春呢 86 哎 呃 差了 电话号码是多少了 等一下哈 86932776哈 86932776 今天我们啊 后台的助理哈 86932776 哈哈 豆豆很多烦恼要过桥 对呀 是啊 嗯 嗯 豆豆希望他下辈子 什么 投胎做人 好不好 来 你看他 你看他 OK 你快点联系你的助理哈 一位小黄书 我们爆满了 这这这两天 那个贵人一直过来拿 一直过来拿 豆豆 你要回家了吗 只是看到台神啊 嗯 你找那个素食哈 你找那个素食 素食在二楼 我们在三楼 啊 大肠 大肠 A出口 小春帮我留一本小黄书 我们的 XYL 故人 你信息加件 好像我记得你的助理是加件 对不对 老故人 快点信息加件哦 对 我们的小黄书 印了很多很多 啪啪啪的一下子就出完了 对啊 你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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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人们 谢谢你们 我们要下播了 我要去吃晚餐了 谢谢林贵人 谢谢你 哎 VW 故人 你要看 你要看 重播 SW 故人 你有新加坡朋友吗 马来西亚的朋友 你可以 叫你的朋友 过来帮你拿哦 或者你联系我们的KL 你搜寻一下哈 哎 哇 马来西亚的很多朋友哦 OK 马来西亚的朋友哈 你们 联系 KL KL 我们那边有分行哈 KL那边有分行 你们快点联系哈 你看 晚安 谢谢你们哦 谢谢你们 贵人们 我们的林山人 感恩 谢谢 直播间 所有的贵人 明天明天 记得要上线哈 明天的十二升 继续哈 嗯 明天好像啊 我们的GL 联系后台助理好不好 我们今天的后台 助理是小春哈 86932 776 我们的 啊 那个 新来的故人 你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 86932 776 我们今天的视频会有保卢哦 有保卢哈 我们的林大哥 晚安你要去开工了 要我去帮忙吗 我也可以去帮忙的哈 龙哥贵人晚安 直播间 所有的贵人晚安 明天继续上线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分享 Good night 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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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梦